天气热就不想吃饭 总想吃些酸酸辣辣的 今天刚好看到有这么多漂亮的粉肠 就买了一些回来 我们来做一个粉肠包 粉肠洗干净了放到高压锅里 这边我还准备了一块五花肉 一起放进来 然后我们给它加入清水 再来一小勺胡椒粒 中火先给它煮开 上汽了之后呢 改小火压8分钟 最近我们家呢 就比较常吃这种一生菌酸菜 它是没有添加的 吃起来就比较放心 我们家四口人一包是不够吃的 最少要两包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砂锅 先爆香姜蒜 姜蒜爆香了之后啊 就把这个酸菜放进来翻炒 粉肠压好了 我们给它捞出来切成小段 这个汤呢也是奶白色的 很香哦 五花肉也给它捞出来切成块 粉肠跟五花肉啊 切好了就放在酸菜上面 然后把汤给它倒进来 最后我们来调一下味 加上盐跟味精 再盖上盖子调中火 焖上五分钟 时间到我们这一道 酸爽开胃的粉肠包就做好啦 哇这个汤真的越包越白 真的特别下班哦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嗯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